我們就坐這座新舊線去富山 拜拜 喜歡來日本旅行 因為每次來到都會有不同的體會 今次我們會來到北陸的富山 金澤、立山、黑布和興井澤 欣賞一下這裡的打卡美景 品嘗一下這裡的美食 享受一下這裡超美的酒店 還要瘋狂地購物 今集就介紹一下在富山市一天的行程懶人包 如果你和我們一樣到眾議到處去旅行 記得要讚好留言和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還要按小鈴鐺和我們一起出發 今次的旅程我是使用了一張JR Pass 現在首先講一下它的購買和使用攻略 今次我們使用的就是這張北陸拱形鐵路周遊卷 有了這張Pass可以在7天之內無限次乘搭日本北陸新幹線 以及今集至大阪的列車 成人的價錢是30,000日圓 大概港幣1500元左右 可以在所選日期起連續7天使用 而我今次的旅程只是用到橙色路線的部分 所以我是用不盡Pass 但經過計算過 這麼多天乘搭JR列車的價錢是31,510日圓 買個Pass都值得 而我建議大家可以直接在JR官網買這個Pass 而網址我會放在資訊欄 要在官網購買JR Pass 首先要登記做會員 根據網頁的指示 同意一些條款和填寫你的個人資料 接著你會收到電入 再按提供的網址Active的戶口 就可以開始在官網購買車票 回到網頁選擇購買周遊券 選擇要購買的項目 我們今次就購買這一張 北陸拱形鐵路周遊券 對對沒錯就按確認 就跟著頁面的指示 一步一步填上使用的人數 開始使用的日期 使用者的資料等等 按Lex 再選擇在哪裡領取Pass和領取的日期 機場都可以領取的 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是 大家一定要留意領取地點的開放時間 它不是24小時開放的 安排行程的時候 就要留意這一點 合對多一次資料無誤付款 這樣就完成購買了 購買完成後 回來主頁面 可以順便預約車票 來到這個版面 已經看到有一張有效的JRO Pass 選了JRO Pass之後 我會選擇用車站搜尋 輸入出發地和目的地 再輸入出發日期和時間 選擇你想乘搭的班次之後 還可以選擇座位 如果不滿意它預設的車廂 按變更車廂 便可以選擇其他車廂 如果像我們這樣有大型行李 強烈建議要選擇最後一排座位 因為最後排座位後面的空間 是預設給坐最後排的乘客使用 那裏足夠放大型行李 然後選擇領取車票的日期和地點 我通常都會安排和領取JRO Pass 同一個時間和地點領取 檢查多次資料無誤 按申請訂票便完成了 來到出發當日 我就選擇了在東京車站領取我的車票 而它們的取票卡卡 就位於軟之內出口 其實跟著軟之內的指示牌行 都不難找到的 就是這裏了 要注意它的開放時間是上午8點半至下午6點 如果你是很早出發 就可能要安排提早一日來取票 這張便是周遊券要注意的事項 最重要是等於不要不見了那張PASS 一次過拿齊JRO Pass和多天的車票 其實感覺都頗爽 記住入閘是用你的JRO Pass 而不是車票 最重要是記住拿回你的JRO Pass 看清楚指示牌 我們這次坐的是北陸新幹線 再用JRO Pass入閘 我們便乘這班9點56分去今宅的列車 我們便坐這輛新幹線去富山 拜拜 這輛北陸新幹線都有行李選擇 不過我們都特地選了最後一行 所以可以在後面帶行李 我們由東京出發 車程2個小時15分鐘便會來到富山站 今天的行程 我們首先在酒店放下行李 接著步行到富山站 吃個午餐 吃完東西 接著步行15分鐘 去到富山的古蹟富山城 再步行去酒店Check-in之後 由酒店步行15分鐘 去到日本最尾Starbucks打卡 最後回到富山站附近 吃了富山灣的海鮮 我們來到富山站了 我們先去富山站放下行李 我們的酒店便是 這裏 我們在富山連續入住兩晚的 就是這間Hotel with you all by Grand Fia 酒店大堂位於5樓 但由於酒店指定 一定是下午3點才可以開始Check-in 我們唯有放下行李吃個午餐 在富山市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這些 這麼有特色的電車 我們吃午餐的地方 就是這間位於富山站裡的白蝦亭 白蝦是富山的名物之一 所以這間白蝦亭也很受歡迎 這裏有個大玻璃窗 你可以親眼看到師傅烹調白蝦的情況 好餓 見到都流口水 被安排好座位之後 就可以來到這個自助售票機 入了錢之後 選擇你想吃的料理 接著就會出票和賺錢 好 來到富山院是嘗嘗他們最出名的白蝦 別錯過桌面上這盒昆布生薑 真的蠻好吃的 一場來到試了他們最厲害的 這個4800日圓的白蝦刺身 他說用了200條白蝦 還有一個炸白蝦 一個湯和這個蝦餅 他說吃這個白蝦是加這個醬 嘗嘗是否真的這麼鮮甜 好吃 真的很鮮甜 完全不用點東西都很鮮甜 現在這個就是天婦羅 有白蝦 絲魚和螢光魷魚 螢光魷魚都是富山院的特產 看看脆不脆 都炸得不錯 不錯 在富山站裏面 除了白蝦亭外 還有這些土產店 在白蝦亭裏面試吃了的昆布山薑 還有很好吃的蝦餅 這裏也有得買 我也忍不住買了一些 你看這些魚餅多可愛 不過要冷藏 帶不到回香港 吃完白蝦 有甚麼做 我們現在又未夠時間 check in 酒店 不如去看看他們的古蹟 順便慢慢散步 在富山 我覺得在這裏面好像有三哥 可能是三哥的失散兄弟 由剛才富山站白蝦亭 步行去富山城跡 接著Google Mac走大約15分鐘 期間會經過松村遊船 其實這裏都是富山站其中一個重要景點 不過現在就不是它的HOT SEASON 所以遊客也不多 如果在3月中旬櫻花季節來 就可以看到這麽美麗的景色 原來這裏可以餵馬仔 給100日子買這個 不知道它吃不吃 沒有人 看來很想吃 嘩!這隻眼睛很大 我們餵馬仔 再跟著指示牌走 現在我們進去看看富山城 好 郭富城 這座富山城已經有400年歷史 在1543年 人神堡長職興建 其間經歷了不同朝代的更換 和不同繁主的進駐 現在就成為了富山市鄉土博物館 展示富山城的歷史和變化 成人門票210日圓 即是大約10港元左右 門口展示了這對這麼漂亮的天手角 是在超和29年建造的 是為了紀念戰後復興而打造的 展廳這個立體漫畫真的很有趣 講述了富山城的歷史和興趣 這座武士帽這麼高 應該都挺重的 現在我們上他們的天手角展望台看看 這裡除了可以看到整個城市公園和護城河之外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奇景 就是這裡上百隻的白露 在這棵樹裡砌色 真是密集式恐懼 吃完東西參觀完古蹟 又到下午3點鐘 我們終於可以回來酒店check-in 這間酒店是要指定所有客人 都在下午3點才可以開始check-in 大批住客一次過一起check-in 所以都要30分鐘才拿到房間 酒店晚一點再介紹 好了現在我們check-in完 我們就去 稱為日本最美Starbucks那裏 炭杯咖啡 來到富山無論哪個位置 你都會見到這個有日本亞爾卑斯山之稱的立山在你附近 由富山站北口出 跟著Google map大概走11分鐘 途中還讓我們見到這麼漂亮的水渠蓋 就會來到富山環水公園 上到天門橋這個位置 你就可以看到陷情全日本最美的Starbucks 怎麼漂亮呢 背後有日本亞爾卑斯山脈的襯托 你說是不是漂亮呢 不說那麼多了 盡情打卡先 除了軟冠 當然還要進去 探望一杯咖啡才夠完美 內裡的設計是簡約木系裝修 亦有多款咖啡產品售賣 而最美的打卡位一定是這裏 在這間日本最美Starbucks 先吃咖啡 在環水公園 除了來Starbucks朝聖 還可以遊船 而遊船的營業時間 是3月下旬至11月下旬 今晚我們就回到富山站 來到這間超級長龍梅轉壽司店 壽司玉 這間餐廳好像很厲害 你看有多少名人的簽名 雖然我都不太懂 有一個我懂了 終於 催命臨琴 大約排了30分鐘 終於入座了 很開心很興奮 還有繁體中文 很多都賣光了 還不太禁止 真的沒有賣 而他們的茶包 有綠茶和煎茶的選擇 很久沒試過這種感覺 很開心 很久沒吃過回轉壽司 不過剛才看到很多款都賣光了 所以應該要午餐來吃就好些 我們點了幾款都是富山灣的名物 包括獅魚 螢光魷魚 另外我們點了吞拿魚 蝦兒羅 海膽 還有蟹三尾 有多少碟 二、四、六、八碟 嗯 普普通通不覺不實 不過海膽有點失望 一般的 它應該不是用北海道的海膽 可能是用富山灣的海膽 一般的 其他就正正常常 叫做貨人 不過它都蠻抵食的 最後買單三千八百五十円 即是每人都不用一百元港幣 來到日本旅行 總是夜一夜都不想回酒店 幸好JR站前 這裡還有一間手信匪店 開到晚上九點 讓我逛逛 他們除了食物 還有一些精品賣 螢光魷魚墨下面 這些白色一條條的 想了很久 原來是白蝦公仔 完成了今天的行程 講一下我們跟著兩晚會住的 這間富山酒店 酒店位置超級優越 就在正JR富山站的隔離 無論是搭新鋼線 還是搭富山電鐵 去蠟山黑步都超方便 而且酒店都算多新 2022年開幕 是一間四星級酒店 大同還有一個落地大玻璃 可以跳望蠟山的美景 酒店有多項環保的稱賊 例如一次性的用品 牙膏牙刷 梳化妝 綿綿花 沙漸咖啡茶包 是不會主動放在客房裡 客人有需要就自行到大旁領取 所以大家都要環保一點 有需要先拿 還有不要多拿造成浪費 參觀一下我們在庫山住兩萬的房間 進來看看 很漂亮 這間房間有20m 空間有十足 設計都簡約 文青 最漂亮是後面有垃圾黑步的觀景 兩張單人床都用上直務司床褥 所以都睡得蠻舒服的 亦都有提供睡衣 可以穿到五樓大育場用 窗邊有梳化 還有一個矮櫃 而酒店另一個環保政策 就是不會提供瓶裝飲用水 所以你會見到櫃頂有一個水壺 是讓你拿到五樓浸水用 房間亦有提供面膜紙 紙巾 還有一塊鏡 而下面櫃桶打開 有熱水煲 有水杯 而下面櫃桶有烏衣袋 房間沒有衣櫃 所以你會覺得空間感都很大 取而代之是掛衣鉤和衣架 房間都有提供拖鞋 還有穿鞋用的鞋抽 還有擦鞋用的鞋刷 洗手間和淋浴間 就位於接近門口的位置 你會見到分開了三個不同的部分 左邊門口打開就是淋浴間 雖然我這兩晚都沒有用到它 不過它都有齊花灑 還有少許浴缸 那沐浴露洗頭水護髮素都有齊 而右邊木門一燙開就是廁所 當然也是洗屁股的廁所 中間洗面板的位置提供左刷牙用的杯 還有封筒 來到電梯大堂有個大玻璃窗 除了採光到十足之外 還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垃圾美景 酒店的主要設施位於五樓 好 這裡有個客廳 提供一個空間給住客坐下 喝東西 看看報紙雜誌 這裡也提供了免費的咖啡 茶包和冷熱水 大家可以拿房間的水壺來泡水喝 這裡也提供免費的白蝦餅 不過沒有蝦味 我們現在兩個穿到碟小椅 其實就準備在酒店的大玉場浸泡一泡 位於五樓的大玉場 分開藍湯和來女湯 但我發現竟然在任何時間 就算在早餐的時間 都有住客使用 我就拍不到裡面的環境 我就放官網的照片給大家看看 在五樓還有吸煙房 洗衣房 和自動售賣機 我們先去吃早餐 早餐的餐廳位於四樓 開放時間是上午六點至十點 我是很喜歡吃日本酒店的自助早餐 因為他們的早餐很精緻 而且還可以試到他們當地特色的食物 這裡提供的凍盤 除了沙律之外 還有富山的魚膏 溫泉蛋 富山名脈白蝦 還有螢光魷魚 他們的麵包都排得很整齊 很精緻 這裡亦有提供多款 用富山土產攀調的日式熱盤 很吸引 這裡亦有一些富山縣的農產品 就像這個五固山豆腐 富山米煮的飯 還有富山米煮的粥 特色的早餐一定會有麵豉湯 也有提供一些水果 雖然甜品只有兩款 但兩款都很好吃 凍飲方面有很多選擇 富山特色的飲品 有山泉水、蜜茶、牛奶 亦有其他果汁 亦有很有特色的富山縣米煮的米菊甜酒 普通的咖啡茶都有提供 這麼棒的酒店究竟是甚麼價錢 從官網看到最經濟的房型 都是13400日圓一晚 即港幣660元左右 每人都是300多元 想豪少少吃早餐 每人多給100多元港幣 就是因為酒店不太貴 我就捨得給多一點錢住大一點 我就訂了高級豪華房 有25平方米 連上早餐 我在chip.com 訂 兩萬價錢 52288日圓 即港幣1300元左右 下一集我們來到 距離富山19分鐘車程 有小京都之稱的金炸 穿上日本傳統和服 穿越充滿歷史痕跡的冬茶屋街 嘗試這裏獨有的金箔體驗 吃完他們的金箔雪糕 參觀日本山大名媛之一的兼錄園 吃完這頓很值得的蟹料理餐 行程這麼豐富 千萬不要錯過下一集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讚好留言和免費訂閱 還要按鈴鐺 不要錯過我任何一集